小甜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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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小甜筒 小甜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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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攝影師梁大 然後這次非常感謝 Sony跟 Mike的邀請 大部分 感謝老師 那 Sony鏡頭達人系列影片 是小甜筒頻道 2023年 與Sony官方合作的全新企劃 那我們會不定期邀請 不同領域的攝影達人們 針對大家有興趣 或是常遇到的 拍攝主題來分享 他們實際使用鏡頭的一些 心得以及 給大家的一些建議 那我很榮幸在 新開創的系列影片 第一集 就邀請到梁大老師 那我們話說太多了 直接切入到 這次影片的這個主題 那我們就邊放老師 之前拍 你自己家的小朋友的照片 那一邊聊聊 你拍小朋友的初衷是什麼 我相信呢 那全天這樣的爸媽都跟我們 雖然我們是職業攝影師 但是我們也是爸媽 我們初衷都是一樣 就是 小朋友成長速度真的很快 那我們必須 趁這個時間點幫他留一點回憶 尤其是零到三歲 突然從一個嬰兒 變成一個小人的感覺 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 對 每天都在成長 所以那個紀錄很重要 我們兩位攝影師老爸 一定常被觀眾 或是學生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要用什麼鏡頭拍小朋友比較適合 那老師手上好像有一顆鏡頭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顆是什麼 這顆是Sony剛出的2470 GM2代 那我個人很推這一個的原因是因為 它真的在整個成像的紮實度真的有提高 然後再加上它的對焦也提高一些 對會讓我們使用起來真的會更順手 對而且它很明顯的比這個 2070 GM1代輕蠻多的 而且體積重量感覺都明顯下降很多 這樣子在拍攝上有沒有什麼幫助 麥克講到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因為他真的體積變輕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拍小孩跟他互動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我們要單手持著相機拍 沒錯 那因為他體積變輕的時候 其實你單手持 你的壓力真的負擔變小 對 那我們另一隻手可以一直跟小朋友玩互動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拍攝小孩的方式 我會首推這一顆的原因是因為 不管是新手還是老手 對 24-70 GM2 它因為這個焦段其實我還是覺得最多人使用 真的真的真的 那你有很多時候你不管拍遠拍近 那你只要有這個焦段的論局情況下 其實我個人覺得非常好用 好直接幫大家總結好不好 就是從業餘到職業 從素人新手到老手 應該都要有了一顆 27-70 GM2 真的是很威風鏡頭 OK 梁大老師我們來到這個河濱公園了 那這個 我相信河濱公園應該是爸爸媽媽 就是常帶小朋友來放電玩耍的地方 那問一下 除了河濱公園之外 老師平常會帶小朋友或家人去哪邊玩呢 其實一般市區有很多親子公園 然後我也個人很推 因為那都是小朋友放電的最好的地方 沒錯 然後我額外還會再帶小朋友去戶外露營 沒錯 因為每次露營的時候 你知道小孩放電 爸媽會放空 對 這個就是露營的 我們最大的優惠 就是得到一個放鬆的時間 對 這個聊完爸爸經之後 我覺得相信大家會迫不及待想要來看 去調整這個上面的光圈跟焦段 你會怎麼建議大家 其實原則上 我會直接鎖定我要的光圈 比如說我現在要的光圈是28 對 那我會鎖定之後 其實我如果有調整 是調整焦段 那可以讓我忽遠忽近 但有的時候我還是建議爸爸媽媽 就是在拍的同時可能 盡量相機還是拿著 然後像我剛剛 我把環拿給它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有持續在觀察 對 OK 好棒 知道了 那老師你平常在拍小朋友的時候 你會做一些引導嗎 還是你會讓他自然的玩 其實兩者都會 讓他自然去玩 然後引導其實就是 弄一個陷阱 讓他慢慢跑進去你的陷阱 因為他沒辦法 讓我們是預想他什麼狀況去玩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得變通 對 沒錯 要變化的是我們 不是小朋友 對對對 因為小朋友不太能say 很像海底世界對不對 他們兩個一起放 一起放會很多 泡泡 應該說拍小朋友玩泡泡 應該是一個很夢幻的事情 那你會建議大家怎麼拍 才會拍出比較晚 因為我剛看你有拿著 你反過來拿著 然後用泡泡當作前景 對 這個很厲害喔 原則上我還會建議爸媽 你在跟小朋友玩的過程 你可以讓他先拿著玩 然後當你發現拿著玩 抓不到的時候 那就把泡泡槍拿在自己手上 然後這是2470我覺得 很好的一個地方 是是是 因為他夠輕 所以我們可以一隻手持 然後另外一隻手拿這樣拍 那老師搭配的機身 配上這個鏡頭 你覺得你會開啟連拍嗎 會有沒有什麼優勢 一定會 A1的連拍真的還蠻屌的 對他連拍速度之快 然後因為你在抓很多 瞬間那種 是是是 你知道0.0幾秒 那個你如果沒有用連拍 就翹賽 停 幫幫幫幫停這裡停 好 爸爸1 2 3喔 你再過來喔 1 2 3喔 好 1 2 3 Go Nice 那老師 我想問一下 你平常拍小孩這種 跑動的時候 你的快門速度 大概會抓多少以上 其實不管是陰影 還是有陽光的時候 至少都保持400以上 400以上 人物才比較不會模糊 才會清楚 所以是比較高速快門一點點 當然你如果還可以 比400更快 當然最好 不要第一次吧 好這是一個關鍵 那除了變焦鏡之外 老師平常應該會使用定焦鏡做拍攝 那其實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主要使用定焦鏡的 這個實機跟用途會是什麼 像我使用的這顆50GM1.2 那我個人很推它的原因 是因為我在工作上也好 然後在生活面也好 那其實它是我非常常用的一顆鏡頭 那我很喜歡它有一個特色是 因為它的閃景非常漂亮 對 但重點在於 它閃景漂亮以外 它的整個成像是很扎實 就算光圈開到最大 F1.2的時候都還是很Ready 對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非常厲害 對真的是非常厲害 那Sony近期也推出了一顆新的50GM F1.4那顆老師知道嗎 對 知道知道知道 那顆怎麼樣分享一下 50GM1.4這一顆 我非常推薦給新手爸媽 新手的攝影的人 因為這一顆我覺得它價格低一點清明 然後它也真的會比1.2再輕一些些 對 那我覺得光這一些的 條件加起來 對我覺得對於一些新手爸媽 新手攝影師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入手的一顆鏡頭 對所以說如果你是有職業工作需求 或許你就是選擇50GM F1.2 絕對沒有錯 但如果你是新手 那你是家庭生活旅行 其實50GM F1.4 那顆也就很夠了 很夠用 很夠用 對對對 就是一顆2470的變焦的一個鏡頭 搭配一顆50左右的焦段 那其實我們真的是可以cover掉90%的情境 一定 那老師我們平常用50GM F1.2 這麼大光圈的鏡頭 我們在拍攝上有沒有一些小技巧 或是要注意的地方 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它最主要是因為 你有時候因為環境很亂 那你用1.2大光圈 可以避掉很多比較雜亂的場景 那51.2其實它雖然有點辛苦 就是你必須得跟著小朋友一直移動 一直移動 因為它不像變焦鏡頭 它可以 站在原地就要錄影這樣 對對對 但是也因為你跟進或退遠 其實有很多過程 眼睛不要離開寬景窗 其實你用1.2去追小孩拍 其實你會得到很多意外的發現 會多意外的好作品 好 那老師我想問啊 我們50GM啊 1.2在拍小朋友玩水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優勢 其實我覺得 我很喜歡50GM就是它1.2大光圈 然後像這個時候你是1.2 然後你就忽遠忽近的去追它 然後當然如果運氣好的時候 你去留意 如果抓到剛好是逆光1.2 其實有水 那其實是很漂亮 很漂亮好 我們剛剛在檢查照片 真的看到好多很可愛的瞬間 對對 所以我覺得51.2這樣抓 可以 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 主要是光圈大的 就可以避掉後面的人 1.2的絕招就是 你知道就是主體會很明顯 對對 然後剛剛那個水 噴起來的時候 有些時候是前景的時候 是什麼那種懵懵的感覺 對對 很漂亮 我覺得50這個角度 然後大光圈 就很有那種 怎麼講寫真的那種感覺 而且很有主題明顯之後 因為其實你有時候 發現很有故事感 對 這裡面去看 我看一下 哇 欸這張 它是一個Fu 對Fu 但是主體其實蒙掉了 可是那個Fu很棒 那個瞬間很棒 其實我也很喜歡這種 偶爾模糊的照片 好 看了這個梁大老師分享 這麼多精彩可愛的 這個今天拍的親子的作品 然後還有很多 我們在現場 老師分享給大家的一些 使用的拍攝技巧 我們該來做個總結 老師要不要給鏡頭前面 想要拍小朋友的啪啪啪啪 關於 好嗎 我們今天主要是講鏡頭 選擇鏡頭的一些建議 原則上我還是會建議一顆 變焦鏡頭 那變焦鏡頭 就是2470 GM2彈 那一顆定焦鏡頭 我還是會推薦 51.2 GM 對 那我還是會推薦這兩顆 原因是因為 其實原則上 因為我們都希望 跟小孩有互動 沒錯 那因為這兩顆是屬於 短鏡頭類的 對 就不是大炮型的那一種 那因為短鏡頭類 你才有辦法去做到 跟小朋友互動 還有除了器材之外的一些 親子的拍攝心得 有沒有分享給大家 除了器材以外拍攝心得 其實我非常建議 爸爸媽媽媽 你們不要去急 我們有時候出去玩一天 兩天 三天 甚至更久 那不要去急說 我一天 我就要拍到很多很多 很厲害的照片 以我個人經驗來說 其實我每一次出去旅行 或者是露營 或者騎車 其實我會抓最好的時間點 那每一次出去玩 我們當小孩 他一點點 一點點 我們日積月累 其實你會發現 十年後 二十年後 你會發現 我們擁有很多會 真的 我相信 不要讓拍攝這件事情 成為我們的負擔 對 其實本來應該就是 以玩 以陪伴為主 拍攝其實是其實 那所以我們選擇的鏡頭 更不要成為我們的負擔 所以這兩顆鏡頭 不會是我們的負擔 反而是我們的 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或者說他其實是我們的夥伴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 Sony 鏡頭達然第一集的 所有內容了 好 那希望各位 愛拍小孩的爸爸 可以透過這集 楊大老師精彩的分享 等到關於更多 親子拍攝的技巧 重點是 你們知道鏡頭要買 拿兩顆了吧 OK 我是想聽從Futurized Queen的 李麥克 那Sony鏡頭達然系列 我們下期見啦 掰掰